How are you doing? YouTube,我今天要讲解的就是 Quinton的Goldberry High Check 已经被限制了,因为FMCO有关系 我的拍摄地铁还没有好 然后这个的话呢 为什么要训练小孩子坐babycheck吃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你让你孩子在babycheck吃东西 他就会知道我坐在babycheck的时候呢 我是只可以吃东西 他们长久这样子坐下去了的话呢 他们就不会到处跑 是有看过蛮多妈妈们啊 因为以前我们老一辈的 我们就没有太讲究于坐babycheck highcheck这种东西 可是呢,这个是一个习惯 是一个训练来的 当你去看有做babycheck 跟没有做babycheck孩子的差别 你就看得到很明显的对比了 所以呢,有些妈妈呢 他们就是训练她做babycheck之外呢 还让他们就是使用BLW的喂法 会主打她的这个 给你们知道 然后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介绍她的highcheck呢? 是因为她真的很方便 好像我是二胎 我已经有两胎了嘛 然后呢,大儿子跟她相差 年龄是比较接近的 可能差不多一岁多 应该是一岁多吧? 因为我对数字不是很明确 但是呢,因为小孩子还是会听不懂的嘛 因为她是没有那个emergency break 我觉得那个的话要很注意 如果你是一胎的话 OK,我会非常建议你用那个 因为真的很方便嘛 因为用推的罢了 但是这个的话 我会更放心给我孩子用 是因为我两胎了 然后大儿子 有时候她也是会跑啊 会跳啊 有什么 然后她有时候也会推 在推那个storer的时候 她也是会这样子到处推嘛 这个的话呢 她有这个lock 这个lock呢 就是当你有按你才能推 你没有按的时候 你看,我是完全推不到的 完全不能前进了 这个的话非常安全 是因为我孩子有在的话呢 我可能我去上个厕所 或者是我去楼上打东西的时候 小儿子在里面的时候呢 我不用担心 他会推推推 然后可能推下DT的时候 整个掉下去 完全不用担心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呢 它就有这个lock 就好像我们去飞机场的时候 我们推那个luggage 那个trolley的时候呢 你放上去的时候 你要按你才能推嘛 它这个的话也有这样的function 开始试用 其实我觉得 开始有在喝奶瓶的小孩呢 都可以再用了的 因为的话它可以躺 这样子按 你看 它可以躺 它可以躺到很平一下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因为之前我已经很想要 有这个baby chair了的 只是因为 budget问题啦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 也有很多baby chair了 所以我没有在买 是因为这个原因 的话呢 它是可以躺的咯 所以孩子可能他喝完奶 那时候可能两 两到三个月的孩子喝完奶了过后 打了budget了过后 打了budget了过后 你可以在这里推他 可能你就是先让他躺在这边 然后你这个也是它有bill的嘛 它这个bill是5.4的 所以是非常安全 你不用担心 有些人是这边而已 它是完全在这里 然后扣住 所以呢它就不会这样子跌下去 真的是我看过之前 有一些台湾的youtuber还是什么 它的孩子真的是从害血上掉下去 所以很危险 这个的话是5点 是你连买你的身体都已经被绑着了 你就不用担心它会掉下去还是什么 它这个斜度呢 蛮多档之外呢 它还可以调高度哦 这个你看到是 我的这边的这么高 它其实它可以调到很低的 影片中我会放一些影片穿插 让你们看一下了解一下 它可以调到最低 然后你可以推这样子 再来我觉得它这个餐盘呢 真的很大 我等下会拿一张 我自己买的那个 海雀来对比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很大 而且它是两个 所以呢 你拿吃完东西咬过后是吗 你就拿这一个餐盘起来 拿去洗就可以了 真的是很方便 就你就不需要去 整个拿起来什么 然后你就怕你担心 你孩子跌下去了什么 因为clime bar 跟ante 就是这边 啊你看到吗 它这个的话呢 就是可以防止孩子从 害缺爬上来跌下去 这样子 还有这个阻挡物 所以非常安全 然后呢 它是这样子 啊 它是这样子 然后插进去 所以我觉得它很方便是什么 它的这个的 就是它可以到很里面 也可以到外面一点 也很方便 像拿掉这个餐盘 这个餐盘呢 你不用担心 它没有地方放 我觉得它就是我喜欢 就是它可以放很多地方 ok 你觉得这个餐盘拿出来要放什么 因为我等下我的那个餐盘 就真的是没有地方放的那种 然后呢你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就可以挑高度咯 诶我都high chair 我去哪里了 所以呢你可能坐在地上喂你孩子吃 你可以坐在地上喂 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喂 但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孩子一定要在high chair 跟baby chair上吃东西 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而且它的高度呢 我觉得非常好是什么 因为有时候我们有island 我们有坐在那种 吧台吃东西嘛 你推上去的话呢 你就不用这样辛苦 因为有些的high chair啊 就是那一定的高度嘛 它这个的话呢 它有多种高度 哈 MAGIC 它就上来了咯 这一款就是5.4的 所以是非常安全 然后你不用担心 它会从这里跌下去 而且它的lock是很容易开的 你不会觉得很麻烦还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而已 超简单的 然后清洗方面我也是觉得很方便 再来就是它很solid 商家是跟我讲 50kg以上都可以坐 我就今天来试试看 真的可以坐上去耶 我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支撑啊 我现在目前是56kg啦 所以这个是很稳耶 因为它的脚是真的很重 因为我孩子啊 有时候大儿子会吵 我大儿子会吵 因为它之前也是没有什么习惯做hyshare啦 它没有要坐 然后它也要玩 所以它就站在我后面的这个脚这边 我推它 老公就会推它咯 可是我们也是有注意的啦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 这个只是玩乐而已 而且我还只在 我的小儿子在做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是绑住这个东西了的 只是要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在影片中看到个明显的强烈对比 是它这个真的是非常solid 非常稳 然后再来就是呢 它不占位置哦 因为有些妈妈就觉得它这种A字型的脚啊 很占位置 它是可以收起来的 不像我那一款真的是完全不能收 然后那个马蹄脚又真的很大 大到有时候你会很bag check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的话呢 你按一个牛 它就可以收了 墙旁边 这样子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收好你的那个high chair 然后又不会顶位 我现在拿它那一款来给你们看一下 是有多么的差别 所以我真的觉得一分钱一分货 它的东西又有safety lock 然后又很稳 然后又有高度 有斜 就是它有斜度 然后它这边呢还可以放脚 它脚那边呢也是有几个angle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 非常适合第一胎的吧 因为第一胎你传承下去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你第二胎的时候 你还一直会推啊 推你这样子是非常安全的 你不用担心 这一款的话呢就没有的调 那个高度 它只能可以你自己set一下 压下去这样子而已 然后它的餐盘是收不到的 你看它这个餐盘是可以收去后面的嘛 这个的话就没有办法 然后你必须要一直的放住这样子 就这样子 而且它的餐盘对比之下呢 这个餐盘算小 那个餐盘真的很大 你看到差别了吗 来呢是完全不占位置的 就是一个靠墙就可以了 然后餐盘也是可以收在前面 也可以收在后面 这个的话呢最多只能收在下面这里 可是这边呢很容易只身肮脏 你看我孩子就是很喜欢丢脑屑 在这个纸袋里面 所以这个的话就很肮脏咯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是算蛮薄的 然后它的这个安全档就比较少 你看它这边会有多这两个 它这个的话呢就没有 就是平面的 所以这个你也是看得到差别了哦 然后呢它这个的话 一样也是有五档的 但是呢它没有 它的这个anti-climb的这个东西呢 没有这么大个 它是算很浅了的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就只是一个设计 那你看幕处是真的有没有帮助到预防它掉下来还是什么 就是妈妈寻都会称它为马蹄脚 我跟你讲不单单只是我而已哦 几乎每个妈妈寻都有会这样子讲哦 它这个马蹄脚哦 已经真的是很多人见证了的 很顶位之外呢它很容易勾到 看 它超容易勾到它马蹄脚真的很大个 所以呢 这个也是蛮占空间的一个派切 这个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一个边边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一款再跟这一款比 你看真的是看得到差别的 自从我换了hyshare之后呢 我的孩子呢每次一下楼呢 他就会指着这张 因为这张可以推嘛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是因为有时候好像下雨啊 我们要收衣服啊 或者是我老公在煮菜 我在煮菜还是什么的时候呢 我孩子吵 然后我们就直接推去厨房 这样子给他看 然后也很方便吃完东西了过后呢 我们就去洗他的餐盘过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抱他起来 直接推去厨房帮他洗嘴巴那些 就有些人可能就是讲不要让他一直 有些小孩子他们就讲不要一直抱他 人家讨爆这样子 是不是会有这种人的想法 那你就买这种hyshare咯 你就可以推进推出 你就不要让他习惯被爆的那种感觉咯 那它的马桶超可爱的 你看它这个是rabbit的 然后呢 我还指定在这里大便啊 果然真的是新马桶好大便 它超可爱的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他的这个quindle的design呢 也是超cute的 他就是有想到妈妈 而且他说我粉红色 是不是暗示我兔脸会生一个女儿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咯 他还蛮柔软的 嗯很sop 之前我有买过几款啊 我孩子也不喜欢 然后呢这款的话呢 他就很柔软 这款的话还蛮不错的 所以呢我今天的video呢 就分享到此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有兴趣想要购买这个影话呢 8000个人就有这个giveaway咯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进群咯 还有like一下quindle的page 请把这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我再给个like 如果你有什么 想要多了解quindle的产品的话呢 你可以去到quindle Malaysia的website facebook shopee 或者是instagram了解更多详情哦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